今天的话题我们来聚焦海外投资置业 第12届上海海外置业投资移民展 目前正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作为户上规模最大的海外置业投资移民展 今年的展会呢 共有来自美 澳 日等30多个国家的展商来参展 日本是本届展会上参展商和参展项目最多的国家之一 既有东京 大阪等都市圈的房产项目 也有诸如北海道等地的项目 记者了解到前来咨询日本项目的市民 出于纯投资和资产配置目的的不在少数 还有人看中了夏季奥运会将带来的利好 日本马上东京要开奥运会 这个大家一定会 东京奥运会的时候房价涨得很厉害嘛 这次肯定是说那日本的房价是不是要涨 在过往以求学移民为主的澳洲 购房者对于房产保值增值 乃至租金回报的重视程度也有所上升 第一个大家关心的就是说海外投资是不是稳健保险 第二个大家关心的就是怎么样我去打理海外的物业 为了迎合购房者的需求 不少参展商着力突出自身项目在投资回报方面的优势 展回现场 类似租金收益 包租包管理这样的宣传比比皆是 业内人士指出海外房产租售比通常较高 但通过房产自身增值获得的收益毕竟有限 而且海外置业直接管理起来不便 因此提醒购房者出手前还是应该多做功课 避免盲目购买 记者朱正言报道